各位一年一度我们忽左忽右农历假成年也就是龙年的怪力乱神系列终于上线了 从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每逢春节忽左忽右都会更新一期怪力乱神的智怪系列话题 这个系列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娱乐目的 绝不是倡导迷信行为 所以今天这期依然要做一个提前声明 本集节目当中嘉宾的任何发言建议所有听众均视为虚构的文学创作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切勿深究 只希望这期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比较愉快又烈奇的春节的时光 顺便今天这期我们继续来推荐今年的联名款怪力乱神葡萄酒礼盒 各位听众可以随时下单购买 支持咱们怪力乱神的系列 具体的购买方式和链接我会放在节目的文字介绍部分 我们也会在公众号忽左忽右 怪力乱神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海伯利安大师 海大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海伯利安 又来了 我们之前其实找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来聊 对吧 之前聊过像风水 聊过一些溢海当中 对吧 探索知识 以及去参与一些实践 包括什么奇门遁甲 风水 一些术术 这些经验 很多是一些传统民俗文化方面的 当然中间也有很多那种神神叨叨的一些鬼故事 都大家听得非常开心 我们今天这一期还是延续这个话题 当然我们肯定每一次怪力乱神节目都要找一些新的 对吧 在这个门类里面的一些议题来聊 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的还有一位嘉宾 身份有点特殊 他好像过去一直在跟你学习风水 还是学习八字 他有跟我学习风水 八字都有学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客座嘉宾 龙同学 龙恩瑶 恩瑶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恩瑶 我是海老师的八字风水学生 很荣幸带到忽左忽右的节目 是 今天恩瑶同学 他会带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当然刚刚只介绍了一半啊 就是你身上有一些海波利安自己 也不具备的一些能力 艺术里面叫天眼 我呢是从小就有这个天眼 也就是说不仅可以看到我们普通的人类 还可以看到鬼 还可以看到神仙 还可以看到动物灵等等 然后我这个天眼呢是比较高清一点的 能看得比较仔细 嗯 这接下来今天这期要好好聊一聊 我们通常只能在一些故事里面对吧 听过类似的传闻 很难说找到一个嘉宾 这就是他自己的技能啊 先让海波利安来讲一讲吧 就是你作为一个医学研究者 比如你遇到恩瑶对吧 他来上你的课 但学的是这个可能风水啊 八字这块东西 但是你也发现了 他身上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技能 这个应该在接触艺学的圈子里面 也不是特别常见的吧 对不是很常见 因为我目前声称有这方面技能的 呃有很多 但是我真正验证下来的可能就两个人 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公务员 他也是不太愿意露面的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恩瑶同学 那我第一次知道他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是他找我上课 但是他挺奇怪的 就是其他人上课都会问很多的 关于这个课程的问题 那他就是一上来就很爽快的 没有问几句就付款 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奇怪的 然后后来在教风水的过程当中呢 我后来就慢慢的了解到 他好像是能够看到一些地脉地气 那这种技能呢 我只是听说过 没有说呃知道现实生活当中 有人能做到 所以我就觉得说 有这个辅助技能的话 那学风水的话 应该是很大的提升嘛 那像这种呃天眼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佛教里面 和道教里面是不一样的 那佛教里面会分五个档次 那肉眼是最低的 那再往上面什么法眼呢 慧眼呢 佛眼呢 呃这一类的 但是道教里就很简单 就是阴阳眼 跟普通的眼睛就有区别 就是叫阴阳眼 阴阳眼就是说是呃能够观测到一些 我们普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包括这些鬼神呀 还有包括一些地气地脉呀 什么的之类的 啊 然后像这个恩妖同学呢 他就是我测试过他很多很多的次 然后就做过很多实验 那我就是觉得说是他应该是真的能看到 举个例子嘛 最显明的一些事情就是呃 买水晶的一些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去逛一个店 他那里面放的两个那种 就是水晶矿洞 然后摆在那种摆件 那我是作为风水师 但是我很少用到这种东西去做辅助的 而且在此之前呢 我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把手伸到那个矿洞里面去感觉 因为我自己可能因为有修炼的关系 所以我的那个气感可能比别人灵敏一点 所以我真的感觉到那个矿洞里面是有气 有能量的感觉 然后我一直在那吸那种能量 然后并且两个矿洞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然后那个小的矿洞的能量 远远大于那个大的那个矿洞的能量 我当时就很想买下来 但是我还是有点犹豫 然后我就拍了照 留下了那个老板的联系方式 然后回去以后呢 我就让恩妖同学去看 我说这个里面是有什么吗 当时他能看到这个里面有气 能看到这里面有气 于是我就又找来 就是我正好我一个朋友 他是在福建那边专门做这个生意的 他说我这个拍的这个照片的这个矿洞啊 品质一般 然后他给我拍了品质更好的矿洞过来 然后拍了可能十几张几十张 我就十几张我都发给他 我说这些有吗 他说这些都没有 然后我在其中呢 我又夹杂了一张 之前我就是直接找到那个老板 我就让那个老板给我拍了一张那个大的水晶矿洞的照片 然后再把那一张也夹杂在里面 从照片上你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水晶矿洞是有什么特别的 但他就能够在那个十几张当中再找出来那一张大的 说这个也有 但是这个的能量只有那个的二分之一 就跟我的体感的感觉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嗯 哎 恩妖同学你来讲一讲 就是刚刚卡布莱安讲到了和你的这种相识的过程啊 尤其是你来报他的这个算是艺学的课程对吧 中间没什么犹豫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寻找到这样的一个像海伯利安这样的一个 艺学老师的过程当中 有使用到你的这个天眼的能力吗 就我当时选择海老师呢 也是比较机缘巧合 那个时候有段空闲时间就起心动念 想去学这个风水课程 然后我每天有一个习惯就刷豆瓣 突然刷着刷着 我就看到了海老师的一个招生简章 嗯 嗯 我之后我就不加油豫的马上加他的微信了 但加微信之后我也没有立马的去咨询他这个课程 我还是首先用我自己的天眼去连接了一下海老师 感应了一下 然后我连接他就看到 首先他家里面就是有那种白色的 非常清透的气体 这种气体根据我的经验来说 就是祖宗有保佑的气体 嗯 有宗庙保护的气体 第二个呢我就看到海老师的人影 他身上呢就是很清透的那种气 那以我的经验判断 这种就是比较节省自好 然后人品比较好 比较善良的人才会有这种气体 然后再之后呢 我不确定海老师是不是真的有真本事 我就用我的神灵 请他来看了一看海老师 然后我神灵就说 嗯 确实他是一个在医学上非常勤奋的人 然后也学到了一些真本事 如果我跟他学 我是能学到东西的 我主要是在咨询海老师之前 我这两个步骤就完成了 我就确定跟他报名了 大概就是跟海老师咨询了一下价格 我就付款了 嗯 所以从海伯雷安这边的一个体验上 就感觉是有一个女孩子过来 想要去报名对吧 然后问了几句之后 没怎么犹豫 可能就把这个报名费给交了 非常果断 所以其实从你的角度 你是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考察的 甚至使用了自己这个天眼的能力 你刚刚讲这段的时候 其实一直提到一件事 就是你跟你身上的这个神灵的沟通 能稍微介绍一下吗 这个神灵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神灵是在我有天眼之后 一个很偶然的机缘遇到的 然后这个神灵呢 是一条龙 它是在我有一次去爬山的过程中 我晚上回家就做梦 然后梦见了这个神灵跟我说话 就说它跟我前世是认识的 我们前世是一起去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说今世呢 它有承诺过我 在这一世来保护我 然后祝我一起去完成什么使命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个神灵 有一个长期建立的沟通和联系了 这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学的时候开始的 就是围绕你身上这些神奇的体验 还是挺多的 那恩妖你来讲讲你这个天眼 是怎么获得的这个经历 就我这个天眼 它是有个进化的过程 从小时候隐约看见 看见个灰光 但是不能够非常清晰的 用肉眼去看见灵体 然后自从就是被下了法之后 这个天眼就进化成2.0版本 能够肉眼看到灵体 再之后又进化了 不仅能看见当下空间的灵体 还能感应到其他空间的灵体 然后我这个下法呢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自己还是挺倒霉的 就是你被别人下过巫术 对被别人下过巫术 而且是在持续10年左右 被下了三次 这是从你大概几岁开始的 大概从12岁 一直下到了26岁 来讲一讲整个这个故事吧 这听上去也是个 骇人听闻的一个故事 一开始这个下法 这个梁子是怎么结的 就是我爷爷那辈 他扶持了一个 一穷二白的农村亲戚 然后这个亲戚到县城来工作之后 就开始吃喝嫖赌 借高利贷 就导致他债滚债 欠到了千万的债务 这数字也够夸张的 在一个小县城里面 欠到千万的债务 但是我爷爷这一家 就我是一个独苗 所以我爷爷对我是倍加疼爱 家里呢也是有一点家产的 这时候农村亲戚呢 他就想要爷爷去帮他 把这个债给还了 但我爷爷和我爸 肯定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他们中间 好几年也发生了口角 但是这个农村亲戚 他欠的债就越来越多了 就还不上了 他就有点起心动念 就想把我给害没了 我家的家产说不定他就能够夺过来 有了这个动机之后 他第一次就去找农村的一个邪师 对我下法 那第一个法 我现在解析起来 它其实像是那种鲁斑树 鲁斑树一般是在房梁 或者是房屋里面外面 去下一些符咒之类的 那我家遇到的这个呢 就是我爷爷当时要建一个房子 让我们一家一块去住 然后住进那个房子之后 我爷爷一年左右不到 他就去世了 他去世之后 我家呢 就是我爸妈吵架非常严重 我爸爸骑车摔断腿 就感觉任何倒霉的事 就在我家就发生了 生意也做不好 那我自从住进去这个房子之后 我的天眼就开始进化了 我每天晚上睡觉 闭眼之后 就能看到无数的鬼 在我的房间 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鬼还是分有穿衣很整洁 和穿衣不整洁的鬼 我看到的那些都是恶鬼 恶鬼到里面衣衫破烂 然后形象不怎么好 比如说缺牙齿 比如说流血 这些类型的鬼 长得还是人的样子 对 长得还是人的样子 但大部分的鬼 他还是穿衣比较整洁 如果有先人供奉的话 都是像现在人类形象一样的 他不会像恶道的鬼 他像乞丐的模样 然后我每天闭眼 就能看到这种鬼的模样 然后还有一个神奇的点 就是我那个卧室 他是有一个独立卫生间的 然后那个卫生间里面 他每天晚上都会降临一些鬼 就是有一些新面孔的鬼 我没见过 反正每天都有不同的鬼 在待在我那卫生间里面 然后走到我这个卧室里面 坐在我的床头 或者是在我的头顶上 我就觉得很恐怖 晚上睡觉也睡不着 也不敢闭眼 一闭眼的话 那些鬼就变化成各种吓人的表情 来在你旁边让你看 所以说你闭眼之后 他们也是 就是在你的这个大脑当中 也会变化形象是吗 会变化 他会说一些很毒害的话 让你思想受到影响 同样也会有一些 不洁不雅的动作 让你觉得就是 不像正常人那种感觉 本来在没住这个房子之前 我就是模模糊糊 看到一些鬼 看到一些影像 但住到这房子之后 就看得太清晰了 那这个事情 你有跟你的家人说吗 没有 因为我家人也没空管我这个事 他们只是觉得 我是不是精神衰弱呀 因为我之前有跟他们提到过 我说我为什么 一走到高处 就老有声音让我跳楼 而且我每次一拿起刀削水果 或拿起刀切菜 就有声音让我说割自己 然后就感觉 有时候那手就不受控制 老想去划自己 然后我跟我妈妈聊过这个事 她就觉得 我是不是抑郁症了 带我去一个 挺有名的一个精神科 还去吃了一段时间的药 但吃那个药 并没有给我带来缓解 然后我整个人变化特别大 就是原来我是一个 特别乐观 开朗的一个人 然后住进这个房子之后 就开始变得就笑也笑不出来了 然后也没有情绪 脑子都是消极的念头 那除了你受影响 因为那个房子里面 也住了你的家人 你其他的那些家人 就除了你爷爷和你父亲 比如说像你妈妈 她有受到影响吗 她有受到影响 她还有一个事 她当时有半年 那个腰肩盘突出 是完全没有任何征兆 就发作了 而且发作之后 严重到她下不了床 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 然后呢 当地的朋友就介绍 我们当地有一个很厉害的老中医 就说去他那看 那个老中医 看我妈这个情况 就跟我妈说了一句 你平常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妈就回忆就说 没呀 我平常帮助挺多人呢 怎么可能会得罪人 那个老中医就说 你们家还是注意一下吧 可能是得罪什么人了 然后那个老中医 给我妈治疗的时候 写了一道符 把那个符纸烧了之后 才开始贴 腰间盘突出那个药膏 然后我妈贴了那个药膏之后 腰就好了 就很生气 你后来就不是去到了 外地上学了对吧 那你离开了那个房子 你不在里面住了 你还会被那些东西给困扰吗 还是会 但是那些跟上我身上那些鬼 就会少一些 没有一整个卧室都是鬼 那么恐怖了 它可能就是零零散散 七八九十个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 在外地上学 自己租了个房子 每天晚上一闭上眼 还是有很多鬼 而且会跟你唠一晚上课 说奇奇怪怪的话 比如有些话就是 你快点去死吧 你死了一切都好了 你死了我们就不用 每天过来了 也挺麻烦的 然后我就觉得 影响到我学习生活了 没法睡着了 我后面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我不就是通过眼睛看见的吗 我就让这眼睛看不见 于是我就拿那个 手机的手电筒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眼睛闭上 然后对着这个眼球 固定在那照一晚上 我就发现这方法特别好 那个手电筒对着眼球一照 那个眼睛看到的全是白色 你虽然影响睡眠 但是你还是能够 让那些鬼都消失不见的 起码你眼睛上是看不到了 我就这样睡觉 这反而还能睡好了 对还能睡一个觉 但是半夜有时候 也会突然一下被鬼叫醒 就经常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 四点十多分的时候吧 我记得起码有三四个月 都是这样的 鬼就把你突然一下 把你扯醒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那种 人是被摇醒的状态 他们其实就是为了骚扰你 而且听你刚刚描述的 那个这个鬼跟你的沟通 他们感觉也是这种 受人雇佣过来 对吧 在等着这个项目能够结清掉 对我曾经我还有趣的事 就是我后面看开了 也不抑郁了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不换一个人呗 你们每天这么过来 跟着我也挺累的 我也不会受你们指控干啥 他们就说那不行啊 我们每天来这儿 我们就有饭吃 我每天跟着你 然后你只要死了 我们任务完成了 我们就轻松了 其实他们也是 被那个邪师招过来 派在我身边 毒害我的精神 毒害我的身体 然后那个时候 被鬼跟 也是老生病 有一个症状就是 经常到下午四点左右 就开始发低烧 看医生医生 也没有什么方法给到你 就觉得可能是流感吧 也没多严重呀 你就回去再养养吧 但实际上我自己 感觉就是 应该就是那些鬼 到下午四点钟 阴气开始长起来了 然后我这个肉身 就有点顶不住 就会发低烧 刚才提到你 那个鲁斑的那个事 你是怎么发现 那个有鲁斑的问题的 也是有一个机缘 我认识了一个 比较有道行的朋友 然后我就跟他诉说 我说每天能看到鬼 发低烧 他就说你肯定是 家里的房子有问题 然后我也跟他说我父母的情况 他就说你找个放假时间回去 看看你家房子 你现在天眼也开得挺厉害了 也挺厉害了 你就可以回去看一看了 于是我就等到了 有一个五一假期 就马上回去看 回去看 我就用我这天眼功能 把房子地底下 房间里 房梁上 全部都看了一遍 那我就发现 有两个地方 有一点不对劲 就源源不断地冒那种黑气 第一个是我家那个后花园 后花园草坪底下 有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源源不断冒黑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卧室卫生间 再往上面的梁上 里面也有一个源源不断 冒黑气的东西 但梁上那个 它除非得拆房子 不然我都挖不出来 因为已经埋到墙里了 我看到的是 然后我就想着 那就去挖一下 后花园这个东西 那天就拿了一个铲子 首先呢 在那个地方 我先挖了一个拳头的深度 发现没什么 也挖不出啥 都是土 还有些垃圾 然后我想 再用天眼验证一下 确实 再往底下挖 就有那个东西在里面 我就再往里面挖 然后挖到 大概两个多拳头的距离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突然有源源不断的那种小虫子 有一些是蚂蚁 有一些我还叫不出来的 很小的那种虫子 就像挖到一个洞穴一样 慢慢的往上涌 越挖 那个虫子越多 我就再往下挖 就发现有一个被虫子包裹着的一个圆的东西 这时候我就拿出来 把那些虫子剥开 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像骨头一样的 但它那个形状就像我们平常吃剩的排骨 然后我就把这个图片发给我那个有道行的朋友 我说这个是什么 他说 哎呀 他说这个像是尸骨 是应该是斜尸 把所有的碎气结晶到这个骨头里的 应该是尸骨 就教我怎么赶紧把它处理掉 然后他说 那你家肯定还有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什么尸骨 它一定不是只埋了一个 它一定是有好几个 它就让我再找找 我说我那个房梁里面还有一个呢 他说那就对了 他说一般都是埋好几个的这种树 然后呢 我就觉得我家这个肯定是被人害了 我就问我这个神灵是谁害的 就当时身上已经有这个神灵了 对 我当时身上已经有这个神灵了 我就问他是谁害的 他就告诉了我是谁 也告诉了就是钱的原因 我当时也挺正经 从没想过这个亲戚会这样 然后我就想 那我家这个害了 我自己能力也解决不了啊 我只是有天眼 我也不会法术 我得赶紧找个有法术的 就很机缘巧合 就碰到一个朋友说 他妈妈去云南旅游 回来之后就发烧 浑身不舒服 就找了一个老爷爷给解决掉了 我当时的心态就是 不管这个老爷本事咋样 有一个救命稻草 我就赶紧去见那个老爷爷 然后我就约时间去跟见了 但是我家中谷这个事儿 我从来没跟人说 也谁都没透露 我就说我身上有点不舒服 我想算命什么的 就去找了个借口去见这个老爷爷 然后见了这个老爷爷之后 我就没想到他挺老的 接近八十了 满头白发 然后他本身还是个国家干部 他也不是专门去给人处理这个事情的 然后呢我就跟那个老爷爷说 爷爷你帮我看一下 我觉得身上挺不舒服的 你帮我看是什么问题 我就说这几句话 我也没跟他透露多的 他当时也是请神吧 请神看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我手掌 看了看我的眼珠 看了看我的脖子 就这三个地方 他说你被人下法了 你挺可怜的 时间挺长了 他就一说 我觉得就说准了 我就觉得这老爷爷是真有本事啊 我就请这个老爷爷去我家 然后他什么工具都没带 他就是在我家前后左右 兜了一圈 然后进每个房间走了一下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卧室里面 卫生间的顶上有个东西 但是拿不出来了 我只能给你做法 把它削弱掉这个力量 但最终这个弄完之后 也得三年之后 你才能慢慢恢复好 不要着急 你信任我 我就帮你去处理掉 所以他当时是给你 确实做了一个法 来帮你算是压制这些邪力 对 但而且他说的 跟我看到的 其实是一样的 是能够验证的 因为我并没有给他透露出 我自己能看到 我卧室卫生间里面 有一个东西 但他自己去 在我家房间兜了一圈 他就知道了 那个上面有东西 然后呢 他这个事也挺大的 我爸妈后面也知道了 知道了 他就跟我爸妈说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亲戚害的 然后就说了 是哪个哪个亲戚 就跟我神灵 透露出来的 那个亲戚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也说了 是因为钱的事 让这个亲戚想要害我 所以他说的 跟我自己知道的 这个情况又对应上了 又验证了 然后呢 我让这个老爷爷 帮我处理好之后 我确实好了一段时间 三年为期 第一年还是有一些 像精神衰弱 抑郁症的感觉 但低烧这个事 就慢慢好起来了 然后第二年 第三年 我就去到了国外 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在国外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整个人彻底恢复了 精神状态良好 天眼功力 24K 超勤 然后身心愉悦 也没有任何问题 就跟正常人一样 然后这个是第一次 被下这个法术 那所以这个老爷爷 他当时给你做法 确实是有了 很直接的一个效果 对 这也是老爷爷 与这个下法这个邪师 第一次交手 谈良只是用符咒交手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这个起因也是因为 我有一年过年回来 碰着害我的那个亲戚了 那个时候跟他对质 我就说你对我做的一切 对我家做的一切 我全都知道 有一天我要让你受到报应 你等着吧 让你生不如死之类的话 然后我那个亲戚就很惶恐 第二天他来我家拜年 我们没让他进这个门 但是他在门外 他说哎呀 一定给我这个侄女一个红包 他就把那个红包塞我手里 然后我碰到这个红包了 我把它扔掉了 但是我碰到了 当天他拜完年晚上 我就发现我有点不对劲了 我就有一点喘不上气了 那我后来才知道接触红包这个树 它叫汗手 它是需要一个媒介 你去接触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受到这个骨 所以它是一种下骨的一种手法 对 就是流汗的那个汗 手就是手脚的手 但这个也可以不通过媒介来想 然后呢 我是怎么观测到这个是汗手的 就当天晚上 我就感觉呼吸很急促 然后后背让我很紧张 然后呼吸不上来 然后发低烧 然后我还下不来床 我也到了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了 就突然一下子 当天晚上就发作 当天晚上就发作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啊 我也没有感冒呀 也没发烧 也没有说是因为流汗什么样的 导致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我就用自己的天眼 把全身扫射了一遍 然后发现我的后背有五个手掌印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好像隐隐约约听过 在我们那边农村 如果两个大的家族斗争的话 曾经有死过人的就是尸体上出现了五个手掌印 然后大家都心照不宣知道这个是被汗手害死的 你背后的五个手掌印有找其他人看到过吗 这个没有 因为只有死了才会印出来 没死是印不出来的 你当时是用天眼才看到了 实际上他如果去看你后背的话 其实是找不到这个五掌印的 对实际上普通人去看我后背 是看不出东西的 那这个你怎么去解决 这个我就马上打电话给 之前帮我解决掉那个老爷爷 我就说老爷爷我感觉不对了 我觉得我这个是不是又被人害了 他在他电话那头 他就感受了一下 他说你等一下我看看 然后他过了一分钟不到 他就说不好搞不好搞 你明天赶紧过来 晚了不行 明天一早就得过来 开车小心一点 但你出发之前告诉我 然后明天一大早就按照老爷说的 出发之前给他打电话 到他家了之后 他就说你种的这个 他就是那种汗手 如果来得早 你是可以救的 如果你来得晚了 很难救 他说他在救了这么多人来说 这种后背的 他见过五个 只有两个救到了 三个都死了 然后那三个都是因为来得晚了 已经超过了半年再来找他 他已经爱莫能助了 他有两个是来得早 但这个是后背 不算是最凶的 他说往前胸去下 那个人就是必死无疑的 就如果把这个掌印下在你的胸口上 这就没法救了 对 这个除非说你马上来找我 三个月之内 嗯 我就可以救 超过三个月 晚一天都救不了 他说后背的治过五个 前胸的治过三个 这一辈子 嗯 然后呢 他就说那现在 我们就赶紧地把这个解决掉 治这个汗手 前前后后治了一周 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周 他怎么给你治呢 嗯 每天都要 他自己去山上采那种草药 回来熬水 然后在某个时辰 用这个草药水洗澡 时辰也是做法 然后就这样持续了一周 我在第三天就能下床了 开始走路那些了 然后这第二次 就是第二次被下法的经历 那这个人经常跟人家斗法 他经常给人治病 那他自己会有什么损耗吗 但听起来这个老爷爷 好像确实挺神奇的 嗯 这个老爷爷 他跟我说过 他如果每次帮人治病 如果治成功了 他身上就会留一个疤 他就给我捞起袖子 看来看他整个手臂 整个胸前 全是疤痕 他说他救人救了四十年 救过非常多奇奇怪怪的病症 有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 第一个就是 他会救那种膝盖上 胳膊上长人脸的症状 哇 关节处长人脸 这是什么症状呢 他没跟我说这是什么症状 他就说他治果也是两粒 有一粒呢 那个人脸 它只是长出了人脸 有一粒 那个人脸 能说话 能吃饭 这有点太玄乎了 他就说 那个人脸 如果到了能吃饭的地步 那个就治不了了 他如果说 那个人脸 只是长出来 那个样子 他就能治 那应该不是病吧 那应该是被吓了什么东西吧 对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被吓了什么东西 他说不是 他这个是基因决定的 是天生的 有些人就是天生会长这个东西 他有些 他其实这个病 还蛮常见的 他有些人会选择去医院 给他切掉 外科会觉得 这只是一个皮肤组织 那我去切掉就好了 重新再移植一个皮肤 长上去 但是切掉的 如果那个基因里面 或者是他的祖宗里面 会有一些不好的信息 被切掉的皮肤组织 还是会重新 长回人脸的症状 那个就根治不了 这是他自己治疗过的 但我问他具体怎么治 他也不会跟我说 他就说他曾经治过这个病症 听起来很像那种 在寄生兽里面 对 我当时还网上搜了一下 网上一搜 还真有这种人脸症 就是人面疮 对 人面疮 这种就是他说的 我还把图片给他看 他说对 就是这种 然后这个老爷爷呢 还有一个挺厉害的功夫 他说当时 他在山上救了一个孕妇 那个孕妇也是马上要生产了 就突然遇到他 他知道山上那里有一户人家 就赶紧把这个孕妇扛到 那户人家里面 就正好 孕妇就是那个人家的老婆 所以那个男主人呢 就为了感谢这个老爷爷 他就说 我教你一个功夫 就是可以操控 整个山里面的蛇 他说 我现在把这个口诀 给你写下来 你现在给我背了 背完之后 我就把它烧掉 这个功夫你就学会了 然后这个老爷 想着我不学白不学 那我就学一下吧 他就学了 把这个背了 背了之后 山间小屋的男主人 就跟他说 你现在念一下这个口诀 蛇就会全部出来 然后老爷爷 他还有点将信将疑的 就说 行 我先爬到树上 免得到时候我害怕 我先爬高一点 然后我念这个口诀一看 然后他就开始念 他说大概 过了五六分钟左右 那些蛇 陆陆续续的 就全部出来了 树枝上 也爬了 地上也有了 整个山 一眼望上去 全是蛇 但是那些蛇呢 对他没有攻击性 就像是 那个蛇 是听他的话 等待他的命令 去做什么事一样 现在整齐的列队呢 那种感觉 这个老爷当场吓得 就尿裤子了 他当时的经历 就说 这个太吓人了 他就赶紧去回忆一下 他刚刚背的 把这个蛇 收回去的那个咒语 他就赶紧念 念完没多久 这个蛇就陆续续续就退了 但这个功能呢 老爷自己说 他说他平常 也是住在城区里面 也用不着 后面他就把这个口诀 慢慢给忘掉了 这是我觉得听下来 比较神的一个功能 确实挺神秘的 像龙同学 你有去打听过 这个老爷爷 他自己学的这些法门 是他的有什么渊源吗 有的 我很想跟 我跟这个老爷爷 关系挺好的 就后面我们都处成了 就像我是他 亲孙女的那种感觉了 我就问他是怎么学的 他说他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教他 一开始呢是他有个亲戚 没有小孩也没有老婆 然后那个亲戚就挑中了他 就觉得你要不来传承我这一些吧 然后老爷就说那行啊 那我有什么条件不 他那个老亲戚就跟他说 反正这里呢 第一个你要是学的话 你不传下去 你不教徒弟 你就能有后代 如果你教徒弟 你就没后代 你自己选一个 这个老爷就说 那我就选一个有后代的 那你就保证后面 你不能把这个法术这些教授给别人 这个是他第一个师傅 第一个师傅教他的 主要是一些行医的本事 然后这个老爷也其实治了很多疑难杂症 据我所知 他曾经说过有帮人治癌症 然后也有治心脏病 然后一些小的复刻病 那都是小菜一叠 然后等到他参加工作之后 那个时候有知青下乡那个年代 然后他就下到乡里面去 然后在乡里面呢 就遇到很多师傅 比如说教他舌语的这个师傅 也是在乡里面遇到的 陆陆续续遇到很多 教他不同法术的师傅 那这个他就没有跟我具体细说了 他说前前后师傅应该有十多个 哇所以也算是一个民间奇人 对民间奇人 但他说学到这么多法 后面因为他犯了一些戒 有一些法他就用不了了 比如说他结婚了 他老婆生小孩了 他很多法就失灵了 这是他说的 那前面你提到这个老爷也 已经救过你两次了 但你最早说 你这十几年对吧 被那个算是那个亲戚 害过三次 第三次是什么时候 第三次也就是三年前 那个时候 我其实已经感觉 这辈子应该不会再受 这个法术之害了 但是突然有一天 莫名其妙的 我又出现了之前那种症状 甚至比之前那个还要严重 也是汗手吗 也是汗手 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前胸 上次汗手是他通过红包 对吧 来下给你 这次是通过什么 这个次就是没有通过啥 直接下的 还能这样 不需要通过戒指 我自己估摸着 他可能是之前已经 捉到我的信息了 在我摸到红包之后 因为是同一个鞋是下的 所以这一次 他就延续我上一次 琢磨到我的那个踪迹 他还是把我找到了 然后下了一个前胸的 前行就是我突然下午吃了个饭 回来散了一下步之后 心率就非常快 那个Apple Watch 那个心率已经到了180 而且虚弱到我走路都走不了 就是很艰难的爬起身来走路 然后我就提前回家躺着了 躺着的时候 我还是感觉怎么胸口这么疼啊 怎么呼吸都呼吸不上来啊 我当时年纪轻轻 脑子那边就感觉露出来这个念头 我是不是这次快不行了 身体支撑不住了 然后呢 我还是用我这个天眼扫射了一下 每次有这种症状 就习惯性用天眼去看看 我这个人到底是咋回事 然后呢 这个天眼一看 我怎么发现 我这个胸口 隐约是有点五掌印啊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老爷爷 那个时候也是上气不接下气 感觉说话都很困难 我就说 爷爷我感觉 这一次是前胸的那个汗手 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样 那个爷爷就大概一分钟到吧 他说哎哟怎么办哦 他说 我真的很担心你这一次这个情况 你能不能现在过来 或者是我现在坐火车去找你 当时我们两个已经不在一个城市了 你这一次太危险了 你身边有没有人 我就说身边现在没人 我自己一个人住 他说那你明天能过来找我吗 我说明天 如果今晚能过去的话 明天应该可以 我现在买个票 明天去找你 他说好 我先给你在这边做点法事 你看看好没好点 如果还是感觉不行 你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呢我们就把电话挂了 我记得当时是晚上七点钟 那种浑身的巨疼 感觉每一处的骨头缝都是在疼的 然后心脏也非常疼 然后也喘不上气 然后全身缩成一团 全身都是在出冷汗 感觉非常冷 那你这次多长时间呢 治好了 半个月 治好的状态就是你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就是没有这些身体的痛了 也没有 治好状态之后 我跟生病的人一样 就是我走路走个一米多两米 喘喘气才能继续走 恢复到正常人就随便走的这种程度 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过程当中给你治病 他也还是用符咒比较多 还是说是用草药啊什么的 草药也用了 符咒也用了 寝神也用了 还有其他的喝的药也用了 像你自己是能够有这个天眼功能的 比如说他在给你治病的时候 请来的什么神啊 或者说他的这个坛上有什么 你都能看得到吗 能看到 就是所有的草药 包括治疗手法的目的 就是让我全身的经络 全部都通畅 那我当时自己观看我身上 所有经络的时候 它其实全部都是堵塞的 有一个一个结 关于这个下法 下这个像汉手啊 我也听说过 以前有一个老师吧 他说他之前去广西学法的时候 有一个老法师啊 在他们那边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事情呢 在当地也是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这个老法师 大概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他教了一个徒弟 然后那个徒弟呢 在别人来找这个老法师 想让这个老法师 帮他做法师的时候 这个徒弟给拦下来了 因为这个徒弟考虑到 这个老法师的身体 特别的不好 拦下来以后呢 就不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在这个老法师这里呢 会以为这个徒弟是在挡他的生意 会觉得说 你现在翅膀硬了 敢结我的生意 所以趁这个徒弟 在给别人做法师的时候呢 他就去那个法厂那边 等于是摸了那个徒弟一把 就在他后背摸了一下 然后结果那个徒弟回去以后 就各种不适 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 就是去医院也查不出来什么 反正就是背后有个五掌印 后来他那个徒弟也就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寝神嘛 就问 问出来是自己的师父 给自己下的法 然后他就很生气 想去找自己的师父 去帮他解法 结果他师父 躺得比他更早 就是直接躺在那个床上面 已经躺了很长时间了 因为他下完法 他自己也受到反噬 结果最后就是 这个老法师也死掉了 这个徒弟也死掉了 哇 这个感觉是个 很电影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故事 对对对 你最后弄了 人都没了 就是所谓的法教里面 叫那种什么鹦鹉雷 就是手上画雷 然后就是打人 跟这个汉手的事情 有那么点相似之处吧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有的时候 群里面有一些道长 发的一些谈呢 或者一些符啊 然后我就会让他看 你会给到 对给到那个 林瑶同学看 然后他会告诉我很多的 其实上面都是什么都没有的 可以弄一个 就是你们这个圈子里面的315 对对对 其实上面啥也没有 没请到那些神灵 对对对 包括一些道士的谈 其实上面都是 没有什么神灵的 那我们回到那个 就是你刚说到的那三次啊 被下法的事情啊 这个结束了之后 我作为一个听众啊 我的感觉就是 那这事也没结呀 他只是第三次 对吧 又被这个老爷爷给治好了 那那个人现在 他还在对你进行 这样的一个针对吗 这个事呢 也算结了 也不算结了 因为当时老爷把我治好之后 马上第一件事 就是去处理那个邪尸 他就觉得 要为了这小女孩的安全 我俩必须得斗一次法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然后呢 他就找了一天 找了一个时辰 去找那个邪尸了 但他们也是空中啊 然后我呢 就站在这个爷爷的身后 那个爷爷就跟我说 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话 你就站在我的身后 我去找他 咱们把这个事了结了 但是呢 爷爷他去找的途中 我其实看得到画面的 就爷爷他不仅是自己去了 他还带了兵马去的 哦 就他也带了一些 灵界的这种能量 对 然后找到那个邪尸 那个邪尸 我也看到了 那个邪尸 他就挺贱的 他就说 你这个老东西 我是打不过你的 但我可以躲 这个小女孩呢 我是一定要让他死的 因为他如果不死的话 我会遭到不好的 你也岁数挺大了 等你百年之后 我再去整这个小女孩 那个老爷一听就火大了 他就说 那我真的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这简直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 老爷就开始施法 但他具体施什么法 我在他身后 我是压根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他就嘴里念叨着一些东西 然后手上笔画一下 也没有什么阵仗 旁边也是端了一碗水 然后 这个时候我就把画面 用天眼看到了斜尸那个样子 他就缩在一个 很简陋的农村的木屋上面 也是像我当时疼的那样 疼得蜷缩着 疼得哇哇叫的那种感觉 这个爷爷大概就是 弄了五六分钟 就说行了 如果这个鬼东西再来 他真是要让他 再见见我的厉害 他说没事了 我们解散了 在那个之后吧 就再也没有过 这个被吓的情况了 这里面那个 你刚刚说到那个邪尸 他跟你的那个亲戚 是同一个人吗 还是说他被你的亲戚雇佣过来的 应该是被我这个亲戚雇佣的 还有一个事就是 为什么我最近还挺太平的 因为我这个亲戚进去坐牢了 他不是因为你这事 因为染了别的事是吧 对 他是染了别的事 因为他欠了很多钱嘛 他没有钱去还 于是就去坐牢了 海伯利亚 你怎么看这种 就是通常按我们这种 比较朴素的宇宙观 世界观 对吧 假设我们只是在说一个 比较玄的事情 在这种你说迷信也好 玄学也好 这个世界里面 还是讲这种因果报应的 对 你一个普通人干了这么多 说白了就伤应得的事情 他自己按理说 也会受到反噬吧 一般来说 应该是会受到反噬 其实为什么老是有一些人 会说说自己的八字 给到谁谁谁了 会不会那个人就害他了 或怎么样 对 但实际上这种情况 我个人觉得应该会很少 为什么 因为如果那个人害了你 他自己肯定是受到反噬的 这所有学法的人 全部都知道 而且一旦他被解法了之后 或者说是有人斗法 也会斗到他身上 反噬到他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 那一个邪师 要一直把这个恩瑶 置于死地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把他置于死地的话 让他翻过身来的话 那些东西就会反噬到他自己身上 所以他出于自己 保护自己的这个目的 他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到底 还不仅是施法者会受到反噬 其实雇佣 这个施法者的这个雇佣人 他也会受到反噬 也许你这个亲戚现在去坐牢了 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噬 他不仅是他自己 他其实他的小孩会更受罪 我自己知道 他自从害了我之后 他有两个小孩 他两个小孩在车上 这个亲戚出去买了包烟 他是停在下坡嘛 这个车突然就翻了起来 就是车 整个车往这个下坡的方向 翻滚了过去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超出了 正常的车的这个驻车功能 他就莫名其妙 两个小孩在车里 就出了这个车祸 那小孩子留下来了还是说是 两个小孩就受了伤 这个是第一个反噬 我觉得 第二个反噬就是 他有个小女儿 得了一个骨髓的病 这个是小女儿 在六七岁的时候 一般这种奇形怪状的这种病 在玄学的角度上来说 都叫做因果病 他可能都是因为一些因果导致的 有可能是你前世的这些因果 也有可能是你现世的这些家人的因果 之前我有过一个就是义友 他那个时候跟我说过 说他以前在云南处理过一件事情 然后那云南那个事情是一个家族里面 这个男丁都活不过三四十岁 全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死亡 然后他就去帮人家 帮人家后来就是跟人家那边查出来 那边是有阴灵作祟的 就是那家人 兄弟两个人 之前去那个山上采药 见到一条蛇 把那条蛇给他莫名其妙 人家也没惹他 他就把那条蛇给斩了 可能就是那条蛇的 等于是家长找来了 就是要铲死他们家的这个男丁 女人都没事 所以他就是叫他不要管 他也确实他也管不了 后来他也没要那个钱就回去了 像这种前面大家可能听的 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其实这种像天眼的这种东西 两种情况 一种是修炼的人 那么他长期修这个东西 那他可能他变得更敏感 另外一种是他的体质 受到外界的这种干预 然后变得异常的下降 那他也会有这种灵异现象出现 或者是看到一些东西 像恩瑶这种 他既属于是先天有一点能看到 然后后天又受到这个东西的压制 其实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 就是你在看到山脉 看到那些古墓的情况下 你能够看到这个墓地里面的情况吗 能的 我之前有朋友 他是要去给他家祖宗签坟 但他有很多个祖先 他就一一去问 就跟我打这个视频 然后呢 印象深刻的是有两个 有一个他跟我视频的时候 我就说你直接把摄像头对准这个墓地吧 然后那个墓地 其实也没有一个严格范围的墓地 它就是一个土坡 他就把这个土坡放大了 所以整个手机屏幕一看全是土坡 我就看到里面应该是一个挺老的男人 我就跟他对话 说你家的后代要帮你签坟 你愿意吗 你在下面待得舒不舒服啊 他还没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往下去看他的那个坟墓情况 就感觉他特别窄 他旁边还隔着一个距离他挺近的一个棺材呢 我就觉得他应该住的挺窄的 左右两边都有 然后这个祖先呢 他就说话了 他说我愿意签 给我找个好的我就签 他说这太窄了 所以他说的那个话跟我看的的是一样的 我就跟这个朋友说 你家祖先说这地方太窄了 他说确实 他说我妈当时买这个墓地的时候 本来是买的挺大的 几个姐妹一块买的 结果这几个姐妹就闹翻了 旁边那两个姐妹就把我家这个墓地给占了 所以导致这块墓特别窄 从那次后我就发现 我其实是能看到墓底下的一些情况的 之前龙同学聊了这个你的天眼 对吧 修成的这个经历 伴随着三次等于是被人下骨诅咒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些概念啊 人脸窗也好 对吧 包括那个汗手 这很有意思啊 那你在掌握熟练这个能力之后 这个能力有具体的帮到你什么吗 你有拿他来干过哪些 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事情 嗯 好 就是我觉得天眼这个能力 其实用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比如说 我外公呢 是我在有天眼之后去世的 然后我去为我外公做一件事 就是给他选了一个墓地 但我们那一边呢 其实讲究这种墓地风水的特别少 因为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山区里面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葬在山上 那山上大家最怕的就是 我选好这个墓地之后 下面都是石头 石头的话打砖打不下去 如果打下去了 那个棺材割到那个石头上 那下面的人就会不舒服 所以我给我外公挑墓地的时候 当时山头的人 他就给我外公选了五个地方 我们就一一去看 但是这个山头的老板呢 他也没有经验就说 怎么样可以判断这往下 五米左右是没有石头的 只能你选好之后 打砖下去试试看 能打得下去 人就葬得下去 如果打不下去 那就不行了 但是我呢 就山上跑这五个地方一看 其实有三个地方 底下都是非常多的石头 我是能用天眼去看到地下 大概两三米的时候 它那个石头一层一层地 铺上去 而且很硬很大 完全是站不下去的那个地方 最后是给我外公选了一个 往下看过去特别干净 就是只有小石头碎 没有特别大石头块的地方 而且感觉那个下面 还是有一些比较清爽的气流的 就给他选了那个地方 然后我外公葬下去之后 他葬下去那天 我是不能上山的 我是等到49天之后 我才能上山 然后上山之后 我就去问外公 你在下面睡得舒不舒服 他说非常的舒服 这下面非常凉爽 然后我就知道 我那个地方选对了 再之后 我听我家人说 我之前pass掉那三块 下面有石头的地方 也有认识的人 去选了那个地方 但是打砖的时候就发现 那三块地方都打不下去 就跟我肉眼看到的 其实是一样的 透视啊 这简直就是那个我知道 海伯利亚你自己也会 就是去看风水嘛 刚刚像龙同学说的这种经验 他是靠一种像天眼 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啊 来去判断这个墓葬 对吧 寻龙点穴 从你的经验上来讲的话 这个它属于命理中的流派吗 还是说完全跟你的这些 学的那些技能是另外的路数 这个肯定是另外的路数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传说当中 是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就是像这个北宋的这个 浸道和尚 那他是一个禅师 他有一些奇遇吧 然后他在通过掺禅啊什么的 他是有这种天眼的能力的 然后有一天 他的那个寺庙当中 来了一个风水师 那个风水师呢 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数数 能够测得出来 这个地底下有什么东西的 然后他跟这个浸道和尚一对 这个浸道和尚就是觉得说 我是因为有些奇遇 以及我有一些天眼通的能力 所以我才知道地底下有些什么东西 但是你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你都能知道 所以他觉得很神奇 然后两个人就交流这个风水之术 后来那个人呢 他也觉得说 这个浸道和尚好像天生 就有这种能力的话 肯定学风水很厉害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所学 交给了这浸道和尚 后来这个浸道和尚就出了一本书嘛 叫入地眼全书 是一个咱们风水流派里面 比较经典的书籍 像这种是属于古代故事了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 你说的这种所谓的入地眼 这书有流传下来吗 有流传下来 是公开发行的 但是他那个入地眼的这个书 只是用了这个入地眼的名字 因为他这种神通 他是没有办法通过书去传给人家 对啊 我也在想 对 他那个只是用了入地眼的名字 但是他里面讲到的很多风水的内容 包括怎么论山啊 论穴啊 这些东西 是跟那个风水大师两个人交流 然后人家传给他的 就是里面讲的 其实还是通过数数的那些流派来判断 对对对 龙同学 我还挺想问你的 就是比如说你在用你的天眼 来看这些 比如说物理世界 刚刚说到的像下葬呀 就是你要去看这些地下的情况的话 你能够除了这些 比如说石头土壤 这些东西以外的话 你能看得出这些地的急凶吗 会有一些很明显的急或凶 但是比如说中间刚刚好 或者一般般的那种可能就判断不出来 比如我之前还有去选过一个目的 那个地方呢 是我在学风水之前 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巨龙 就感觉那个气撞到了这儿 或这风吹到了这儿之后 它能把这风包围住 然后在那个地方我看中了 然后我用天眼往下看 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 我从没见过 也不知道叫啥名的一个东西 大概是在那个墓地往下伸个十米左右 里面有一只乌龟 但那个乌龟呢 我分辨不出来 它是真实的乌龟 还是说地底下的一个乌龟神仙 因为它已经很模糊了 有点像类似透明状 但是又有乌龟的形状 然后这时候 我看到那个乌龟眼睛还眨巴眨巴的 有时候我跟它说话 它有时候会眨一下眼 然后我就发现 这乌龟应该是 它能听懂人话 能跟人沟通的 然后我就有去问它 如果说站在这个地方 你同不同意 这个乌龟这时候就回答我 眨了一下眼睛 但我不知道它眨眼睛是啥意思 我说如果你同意 你就再眨一下眼睛 这时候它就眨了一下眼睛 我就觉得我应该是 受到许可了 让人安葬在这 然后之后呢 这个地方确实是 一个很好的地方 人也住得特别舒服 那这个地是你给谁看的呢 那你当时不懂风水的话 那人家能相信你 给人家看的这个地吗 也是我的一个亲人 其实很多这种给亲人看的 还是我妈去懒的 但是这个也是免费的 只是说关系很好 可以帮忙最后去把关一下 你说到免费这事 我都问一句 那海伯雷亚你们好像 就是艺学行业 好像免费这事 对你们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对吧 因为我听说好像 就是这中间交易 它得形成这种链接 对我得给钱 否则的话 需耗咱俩的这个应得 一般是要有这个红包 或者什么的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你不能够 白白的得到一个天机 或者是白白的得到 这么一个事情 否则可能会伤到自己 就你得付出点什么 对 对我后面发现 我之前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红包 但我后面就有收到过一个提醒 就是说你必须得 让人家给你点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我就有去问别人 不要这个红包 应该这样 对 我之前有大概是2023年的上半年 当时我是去北京给一家看风水 然后回了酒店之后 大概已经是晚上11点左右了 我接到我一个学生的电话 他当时就是跟我说 他说他家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他老婆呢 这几天中午睡觉的时候 被鬼压床的很厉害 然后晚上呢 睡觉也睡不安稳 会惊蹄 就是在睡梦当中 像做噩梦一样的大喊大叫 而且呢 身体也明显出现了一些 非常不良的情况 然后去医院查也查不出来 他感觉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我就感觉说 你既然被鬼压床 我们就按照鬼压床的 这个方法来处理嘛 然后我当时就 让他拍了一张 那个床上的那个照片 然后我给这张床呢 画了一个封床的一个绘字 绘 就是神明之会 等于是把这个床给封起来了 实际上我学到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呢 是把床封起来 另外一种呢 是对这个床上的 这个如果是有邪灵的话 是压制住它 然后对它产生攻击效应的 但是我选用的就是那种 不跟它发生冲突 只是把床封起来的这种 然后做完之后 我其实我觉得挺不舒服的 因为我不喜欢给别人做这种事情 然后我还挺害怕的 我给自己呢 也这个藏魂呢 藏身呢 给自己都藏起来 因为我怕这个对方 要是受到了什么伤害 跑过来找我 后来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一早就接到了他的语音 海老师你昨天给我弄的这个东西 可能产生一些反应了 然后他说 他昨天晚上的时候没有惊醒 但是他清晰的做梦 梦到了有一个中年男人 坐在那个床边 然后很那种阴邪的 看着这个床 跟他说 说你做这些是没有用的 我就是要让你死的那种感觉 是他做梦 还是他老婆 他老婆做梦 然后呢 这次是第一次梦到 而且那个人明确的告诉他 说你做这个是没有用的 那我就知道了 我说你这个东西 你可能得找这个当地的专业法师 来处理啊 或者怎么样子的 然后后来呢 这个照片呢 我当时也发给了龙同学看 他拍的那个床的那张照片 对 龙同学说 这个照片里面有一个中年男人 我没有告诉他那个梦 但是就跟他在那个梦里面的 梦到的是一样的 然后大概又过了几天啊 他当时就又找我 我说你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他说是已经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怎么解决了呢 他请了一个法师 然后那个法师到他们家去 做了一下进宅 然后并且画了符 镇宅什么的 收了 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事情 跟龙同学说了 龙同学他说 老师我感觉 那个东西还在他们家 我说人家请了法师了 怎么还在他们家 他说不知道 我就说那保险起见 我就让我那个学生 拍他们家的这个视频 当时龙同学要求 把灯全部都关掉 然后整个就是黑暗当中拍的 从这个客厅 主卧次卧 然后一直拍到这个厕所 然后龙同学就说 那个东西没有走 那个东西躲到了 那个厕所里面去了 我就把这个事情 如实地跟他说了 我说那个东西没有走 还在厕所里面 他可能也是没有听进去吧 然后大概是 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我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他忽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说他老婆不见了 然后我当时一惊 我就说怎么就不见了 他说他老婆早上跟他吵了一架 然后呢就出门了 出门了之后呢 把所有人的微信 朋友的亲戚的 只要是能联系上他的人 微信电话全部都拉黑了 等于现在就是没有任何人 能联系上他 所以他很担心 他老婆的这个 是会想不开啊 因为他老婆当时 已经是有些抑郁了 然后他就找我算卦 看看他老婆去哪里了 安不安全 我当时就占了一个六摇挂 我看到那个挂上面 显示他人应该是安全的 然后呢 他所处的那个地方呢 是一块荒地 然后有很多的树木 他说他在的这个地方是城市 没有什么荒野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然后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我也没有再管 就是我也不好老是去追问人家 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怎么样了 大概是过了两个多星期吧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的后续 问了这个事情的后续 他这时候才把整个他遇到了所有的情况 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了 他说那天晚上 他找我问他老婆去哪里的时候 因为他是晚上六七点钟问我的 然后我给他补了挂 然后他也在外面就是很着急的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乌头昌影一样的 但是他老婆在当天晚上12点回来了 就是很沮丧的回家了 然后他就肯定要问他说 你去哪里吗 这一天 然后他说他去到一个公园 然后那个公园离他们家三公里左右的样子 第二天他老婆又见了 又消失了 然后他这时候就知道去哪里找了 他就跑到那个公园去 他到那个公园的时候 发现他老婆一个人坐在那个公园的 那个湖边的一个长椅上 就看着湖水 然后他就去找他 然后两个人就是开解嘛 安慰嘛 然后两个人聊了聊 一直聊到晚上12点 就他老婆就说 他感觉在家里面非常的不适 感觉家里面非常挤 然后同时在家里面待得很抑郁 所以想出来透口气 他说他那天 第一次来这场椅上坐的时候 他就很想跳到那个水里面去 就是我这个学生就跟他老婆说 咱们这个有问题就一定要解决 如果说是真的是邪碎的话 那我们上一次请的这个法师 他没有顶用嘛 那我们就再请第二个 第二个法师如果搞不定的话 我们再请第三个 反正总归是要把这个邪碎斩尽杀绝 他就说了这个斩尽杀绝四个字 说到绝字的时候 他老婆就忽然就是脸色大变 他感觉到了 他感觉到那个东西在着 然后他老婆 那个眼睛就盯着一个灌木虫 然后他说那个东西出来了 后来才知道 在他老婆的眼中 那个东西形成了一个 就是像黑色人影一样的 站在那个灌木虫当中 看不清面目 但是就是一个黑色的人影 但是在我这学生去看 他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我这个学生当时就是 也感觉不对嘛 就站起来 就对着那个灌木虫大骂 他一句脏话没骂完 他跟我描述 他说他当时 感觉自己的整个背上 脊梁上面全部都是汗 所以他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 很不对劲 就拉着他老婆走 但他老婆就是说 自己就除了头能动 整个身体四肢都僵住了 就不能动了 然后他就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一步一步的 拉着他往前面走 然后他老婆说 你不要拉着我 你到我后面去 拿着那个前胸贴他的后背 就是说那个东西要上他的身 就是让他保护好他的后背 然后两个人在走出这个公园 然后在过程当中 回家的路上 也是他老婆就是说 跟他指出来说 这条路能走 那条路不能走 就是一种纯粹的直觉性的 指点他最后回到家里面 回到家里面 他当然就是觉得这个事情 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个东西都现行了 然后所以说 他就找了另外一个法师 然后那个法师来了 之后把这个东西收走了 那个法师告诉他说 他们家有两个 除了那个中年的那个男性 还有一个水鬼 那个水鬼是那个湖里面的 然后是被招引过来的 不是本来就在的 本来只有一个人 这个当时他就考虑嘛 说为什么那个东西 要找上他们家 我当时也问那个龙同学 龙同学当时就跟我说的 说他去跟那个里面的 那个中年的男阿飘沟通 那个男阿飘说是这个女 破了他的谈 所以他要报复他 就冒犯到 冒犯到了他的尸骨了 对我说是怎么冒犯到他了呢 他说他老婆 在家里面都是带孩子的 有时候会去什么公园 我说是不是有时候 让小孩子随便尿尿 在那什么地方 破到了什么 然后他说这个倒是有 但是这个也太不讲理了吧 人家又看不到你 那你就正在尿了一泡尿 冲犯到了也应该原谅 怎么能这么不讲理呢 这意思就是说 要跟那个阿飘讲理 反正这个事情 后来是解决了 解决了倒是也有一个 很搞笑的事情 就这个我们并不是像 我们电影里面所看到的 最后这个阿飘被消灭了 那个法师把他收走了之后 在路上又给他放了 他跟那个阿飘达成协议 就是说你不要再找这家人了 要不然我就把你 震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这个阿飘当然同意了 然后就在路上 就给他们俩放 放了反正到现在 倒也没回去 就是他们家也恢复正常了 那个法师挺厉害的 他是怎么收的呢 我不知道他怎么收 他没跟我说他怎么收的 就你也是一个旁观者 就也没帮上忙 对我就是传话的 诶龙同学 海伯良刚讲这故事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就是我觉得这事挺神奇的是 那个第一次 他们请那个法师说 已经处理好了 我当时也没有去要 那户人的照片和视频 我就是自己在家 听到海老师说 这事处理好 我就用天眼 飘过去感应了一下 然后我就感觉到 其实那个屋里 还是有鬼的 之后他们又出现了 糟糕的情况 再去找法师处理的时候 确实是发现 那个东西没处理干净 等到第二次处理完之后 我再去感应一下 确实是好了 没问题了 就是我自己家 也发生了一个 类似的事情 我爸前两天 他有一天晚上喝醉酒了 喝酒不能开车 于是他就走路回家 就正好那段时间 他那个老是咳嗽 老是有痰不舒服 然后他就从酒店走回我家 大概走了两公里左右 他就路上老有痰 他就往边上咳痰出来 当天晚上 大概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突然就喘不上气了 就只能呼出去 不能吸 吸不进去 他就大叫 非常大声地叫 把我妈吓得不轻 我妈就马上打视频给我 就说你爸这样了 我一看这个情况 我就觉得没那么简单 他那个是惹上一个女鬼了 那个女鬼正掐着他的那个脖子 让他喘不上气呢 然后这时候我就先让我爸坐在我家那个神坛的下边 让我妈点了一个香 点了香之后 给我爸喝水 然后这时候我爸能缓上来一点气了 然后我就在视频里面跟那个女鬼沟通 就是你先把我爸放下来 先不要掐我爸脖子 有事咱们先商量一下 然后那个女鬼呢 就听我的话 就先让我爸缓下来 这时候我就跟这个女鬼沟通 我说你为啥要掐我爸的脖子 昨天也没看到你身影 你怎么今天就跟到我爸身边了 这时候这女鬼说 你爸朝我吐了一口痰 我就觉得这个理由太荒谬了 就是我爸在路边可能随口吐了一个痰 就冲撞到这个女鬼了 然后这个女鬼就晚上跟我爸回家 然后半夜掐我爸的脖子 太荒谬了 说明这个新加坡的法律还是对的是不是 只以边形还是保护大家 没错没错 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个天眼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它是可以通过一张照片或者一个视频 它能够进到那个空间里面 跟那个里面的那个阴灵进行沟通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 可能这张照片是一张静态的 那它是可以到里面去 跟那层空间的人进行连接的 所以告诫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吧 因为我有的时候 有些人会问我说 你认不认识什么法师 他们也不认识说什么的 能不能帮我介绍介绍 我是不太愿意搞这种事情 我自己也不愿意给人家搞这种邪的事情的 然后那个龙同学就告诉我说 说你如果给人家介绍的话 或者什么情况的话 尽量的是让人家发文字 不能是发语音的跟人家聊天 或者是打电话这种 因为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边就听到了 然后他就顺着那个就找到你了 就有的东西不能讲出来对吧 可以用笔谈 对对对 就是他听到声音不行 然后特别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龙同学 他不是被人家下法了吗 所以一直不好 而且他每隔几年 可能那边的那个法师 如果他没有死的话 他可能还是会给他下法 所以说龙同学 他一直就是想找一个很厉害的法师 管他以后的事情 因为帮他解法的这个老法师 已经七八十岁了 很老了 可能什么时候就嘎了 那嘎了的话 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所以他想找一个靠谱的法师 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法师 我当时就把他的照片 给了这个龙同学 我就说你看这个法师怎么样 有没有本事 是一个毛山法师 他说这个法师挺厉害的 是他见过的这种 搞这个块的最厉害的 会养鬼啊 遇鬼的这种邪派 反正我给他看了之后 第二天龙同学主动找到我说 老师你昨天给我看的这个法师 他的兵马来找我来 我说找你干嘛 他说他的兵马要我去拜他为师 他能解决我身上的问题 我说那你去吗 他说他不去 龙同学他说他感觉那个毛山师傅 不是很正的那种人 他不愿意叫这种不正的人 叫师傅啊 或者什么样子的 这个跟我的这个印象也是类似的 你也觉得这个人挺邪的 这个人挺狠的 但他确实可能能力挺强的 他有本事 对 他很邪 然后这个事情的 让我觉得大吃一惊的地方在有什么呢 那个兵马告诉龙同学 反正你们俩离得不远 你去找他 他能帮你身上解决问题 就是那个兵马给他透露的信息 就是说你们俩离得很近 我惊讶的事情就是说 我是知道这两个人分别是在哪个地方的 那个龙同学 他是居住在深圳嘛 那个法师呢 是在广州的 所以确实物理距离上离得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你像一张照片 他去观测了那个法师 那个法师身上的兵马 可能那个法师自己当然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身上的兵马知道 能够顺着这个观测 再去找到他这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就增加了很多的风险因素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看那种 灵异的那种视频 对 十几二十年前有很多那种网站嘛 就专门搜集世界各地的这种 各种奇怪的视频也好 照片也好 那种灵异网站特别火 对 我是觉得会拉低气场的 因为我之前进过一个 是一个卖泰国佛牌的一个人 他当时在豆瓣上面 他弄了一个小组 然后他就是会讲一些佛牌 讲一些他在泰国遇到的一些故事 然后呢 他就弄了一个灵异群 然后那个灵异群里面呢 就是大家就是全部都发一些 全世界各地的遇到的灵异照片啊 灵异视频啊 有的看起来就是很恐怖的 当然有一些是假的 但是我也没办法判断 哪些是假的 哪些是真的 有些是很恐怖的 然后我一进这个群 我就感觉这个群的那个气场 非常非常的低 是一种让人想呕吐的那种难受感 所以一个群也有一个群的这种气场 所以后来我就退了这个群 你说这个群里面 他天天发的都是那种东西 这个群里面的气场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 是会影响到 身处在这个气场里面的人的气韵的 像你日常 比如说你在深圳居住啊 就是你在城市里面会经常看得到这些鬼吗 其实还是跟我们共同居住在一个城市的 最常看到鬼的啊 就是地下车库 基本上少说也有三五个 几乎就是常驻扎在那的 每一个地下车库都有 你这让听众怎么想 但是不需要害怕 因为那些鬼不会去打扰到你 那个地方只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而已 还有一个就是鬼街 城隍入口处 鬼的世界的入口处 一般都是有一整条街 都是那个鬼的入口 那上海不就是城隍庙那一块 不是上海我还没找着在哪 但城隍庙那一块是气场特别好的地方 那不是说城隍那个地方 它会有关口可以放他们出来吗 但是有很多个关口 每个城市不止一个 像我老家那边 我就有观察过 找到了一条道 它就是鬼进出的口 就那条道 在我们普通世界来说 它有什么表象 就是第一个在那条道里面 得癌症和猝死的人特别多 第二个就是那一条道 这么多年都没有发展起来 也没有人敢去重建那一块 回迁那一块地方 然后在深圳这边特别有意思 我记得我还拍了一个照片给海老师看 很有名的一个深圳鬼楼 然后也修得很高 那个外表就是红色和金色混合的 我之前一直觉得鬼就只是住地下 或者是一层二层顶多了 没想到在那栋楼里面 鬼都会能住上高层 就是整个大楼里面 全都是乌洋洋的鬼 就像是一个鬼的公司一样 然后那个大楼 就是深圳很著名的那种闹鬼大楼 现在还有人居住呢 然后上海就 上海就没有觉得有什么 是特别闹鬼的地方 上海有一个地方很阴啊 哪儿 老厂房嘛 你说羊 不是说是个屠宰场吧 杀猪的地方也阴 很阴啊 很凉 我还以为会是什么龙槐啊 这种地方会比较阴一点 或者当年对吧 打过仗的松户抗战 什么罗电啊 大厂这种地方 死过很多人 那可能会比较阴一点 对反正这个话题 感觉咱们还可以 以后专门找时间录一起 就是上海玄学地图 就是北京的玄学地图 深圳的玄学地图 对吧 这几个城市 我觉得大都市是一个新的现象吧 你像一百多年前 对吧 可能中国最大城市才一百多万人 大部分城市就几万人 十几万人 那现在都是上千万人的城市 对 好呀 那非常感谢今天海伯利安和龙同学 对吧 来做了这么多的分享 尤其龙同学 你自己的这些 亲身的一些遭遇经历啊 而且关于天眼 对吧 这个好像是在玄学世界 也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一些能力 对吧 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当事人 我们也期待对吧 未来这个惯利乱神系列里面 可以找两位继续来聊一些 分享一些更多的 更有趣的一些故事 好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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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